小蝙蝠和朋友们 六十二 农场来了新朋友 我被一个洞绊倒了 小奶牛说 我也是 小狗和小猫一起说 我摔倒了 小猪说 然后我看见一个洞 谁挖了那些洞 小猫问 我不知道 小奶牛说 小蝙蝠走进谷仓 有人跟他一起进来了 这是我的新朋友 小蝙蝠说 他叫小土拨鼠 洞都是你挖的吗 小狗问 是的 小土拨鼠说 我那时在寻找食物 小猪的肚子 咕咕咕叫了一声 小猪说 一说起食物 我就肚子饿 小狗的肚子 咕咕叫了一声 我也是 小狗说 我找到了很多胡萝卜 小土拨鼠说 我去拿过来 然后我们一起大吃一顿吧 小狗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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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er 零 声 小狗 音乐 睿 rubber Vi